我都没离开了 那我对党 而且我全国所有的各县市 几乎各县市的乡亲 只要有在参加这种造势活动 除了马祖以外 每个县市都看过我 我所有的县市都跑透了 而且很多县市好多乡镇 包括台面上这些立法委员 几乎每一位我都有帮他们站过台 所以你说我才敢说 如果真的今天有幸了 党可以安排不分区的话 我想对我如果被安排在不分区 不满意的不愿意投票的人 应该很少很少 我去帮汪汪威拿麦克风 那也是车队扫街 后来隔天好像主委就打电话 哎 你在我们台北市欢迎很好 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怎么会变到 弄到最后变成士林大头 他找我去选 我也想不到 那我是感谢大家的疼爱 我跟你讲 还有其他的县市也要找我去 对啊 你不只在台北市 你是全台湾都很受欢迎啊 我如果现在离开到台北 那我就直接辜负了这一次 有43 4% 将近44%的台南乡亲 他重新愿意接受国民党 那对这些选票的情感上 直接伤害 所以我已经说了 我不会有这个规划 不会有这个规划 那如果当然也有人建议 其他的方向 那如果说党觉得说 我可以到处去跑 全国都能去跑 那党就会做一个规划嘛 安排 那如果说就觉得说 这个有其他的设想 要以 团队能赢啊 为最高的战略指导原则 这是这样啊 所以对于士林大同 对台北市国民党来讲 真的有那么艰困吗 有比台南高雄艰困吗 所以 这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不会找不到人 如果摆 把谢龙界摆在播分区 我想反对的声音不会很大 可能不会很多 没错 各位网友对我的疼喜跟支持 我也很感谢 也很感动 不过我想人在做梯在看 是 我一路走来 他们最近不是在打什么 小新那谁 他们在打初选吗 对 大家在打初选 我跟各位报告 我可以算得上是 国民党的初选达人 我参加过两次的立法委员初选 我都失败 我都失败 所以 05年跟08年我都参加立委的初选 我都失败 然后我就支持 这个 赢的人 我输了以后我支持赢的人 然后12年才提名我选 16年我也选 19年我又补选 所以我是两次初选 三次参选 再来我又参加了两次市长的初选 一次输了以后我败了 我支持赢的人 另外一次我赢了 提名了 那对方民进党提名赖清德 国民党提名我 那是在09年的时候 结果 我提名以后经过四个月 将近四个月 我全部文宣都发了 我也跑了三四个月 进选总部都定好了 那刘兆玄当行政院长 他宣布台南县市合并 所以 他也是提名以后最后也没选 那一直到去年 我才直接参选台南市长 再度提名我 所以我是初选两次 参选三次立法委员 然后市长初选两次 没收一次参选 然后再参选一次市长 我都没理会了 那我对党 而且我全国所有的各县市 几乎各县市的乡亲 只要有在参加这种造势活动 除了马祖以外 每个县市都看过我 我所有的县市都跑透了 而且很多县市好多乡镇 包括台面上这些立法委员 几乎每一位我都有帮他们站过台 所以你说我才敢说 如果真的今天有幸了 党可以安排部分区的话 我想对我如果被安排在部分区 不满意的不愿意投票的人 应该很少很少 是有切割性 所以有一种好像在帮 耐心的清理战场嘛 所以故意把88 88枪就弄到说什么这个是 王文忠是主导的 我跟你讲到了法院就知道 所有看到的笔录 那个安顾位讲什么钱分不清楚 什么钱怎么样才开箱 那些都没有在文件上面嘛 你说检查官公布的文件 都没有这些东西 对对对 安顾位的笔录是怎么样 当时为什么开箱 因为早期地检署侦办的时候 之前你去爬书之前 媒体写的那些笔录内容嘛 那这次就是转移 这个都不谈嘛 跟光电利益都不谈嘛 就最后弄到最后是一个什么 窝藏人犯的王文忠 变成是主模 他会是主模吗 主模为什么不收押 对不对 为什么变成这个几十万交保 广结在过程当中 律师我听说律师有问检察官 这个窝藏人犯怎么会是要收押呢 听说啦 我是听那律师说 笔天花板啊 笔天花板就说什么意思 你听我吗 上面的人有交代啦 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解释这样子 所以你看看 整个他们一直想要连到我身上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们是很讲义气的 那个王文忠是慈继工的董事长 过去民进党谢长廷开始 到谁都去请他支持 包括民进党所有在台南 几乎没有人不去了 然后那个地区长期 国民党只拿到28%的选票 这一次我当然我选市长 我也要去拜托董事长 他们这一次是因为光电利益 光电的不顾居住正义 确实帮我的比较多那些乡亲 所以我在雪甲是 北门逆转胜的嘛 赢了300就是票 雪甲也很好 对也开出来了 将近44%嘛 对不对 就通通通记录 然后他们就说 第一时间就打说 王文忠是有问题 王文忠是我的雪甲后援会的会长 我第一时间就跟他讲不是 我的后援会长是周树兰 是因为你信 你不要乱牵扯 但我不会跟王文忠切割 因为我确实有去拜托他选票 对不对 是是是 他也有着急信徒出来支持我嘛 那可是如果他有卡到刑事案件 犯法的案件 犯罪案件 就应该严查严办嘛 这才对啊 那他们就是要连 连到最后好像是 好像是88枪是我叫人家去开的 所以王伟忠说 冲个一口气 别靠了 我跟你讲啊 所有要清过光电 是市政府在核准 黄平是市政府在控制 然后你的总干事郭再青 他被开枪 这里面谁在分配 黄菇的笔录里面 有谁 过去谁承诺了什么 一清二楚 我跟你讲 到法院把笔录调出来 就知道谁在说谎 谁有牵涉在里面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隐色性 然后起诉以后就讲说 还有另案要侦办 应该怀疑后面还有辞职者 这个不是最理破吗 那就是满足 满足这个邦 赖清德清理战场 这样就能清理吗 穿上那样 这样就可以清理喔 你的本命机 官商黑金枪牵扯在一起 然后他独渣起诉的时候 步伐得利21亿6千万的时候 媒体第一时间问黄伟哲 请问你是什么态度 黄伟哲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 这不是在我任内 这不是在我任内 那很清楚往前推 就是清德兄你的任内啊 那你们两个现在推来推去 都不用负责任 然后追到最后变成 从来没有执政过的 谢隆建要负责吗 这个 点点看 看过就有一条刷 你说信赖那倒不能说刷赖嘛 对不对 你就是你看嘛 你就推给黄伟哲 黄伟哲不帮你扛 你就生气了嘛 所以在3月15日就这样嘛 市长站起来道歉 哎 你闹人 你要选举你选担是你的事 你叫市长站起来道歉要做什么 那就是因为市长就推给 说不是我的任务 你就很不错啊 他的意思是你黄伟哲如果 就扛起 你要帮我扛起来啊 对 你扛起来 可是你讲白了 叫黄伟哲扛有公平吗 有道理吗 不是 如果今天是黄伟哲做的 他不扛他推给你 我看我都会打他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卢商案 我怎么去打黄伟哲 黄伟哲是后来的掩护嘛 就是诉讼上 然后 环保局的放水 处罚的放水 后置处置的部分 可是确实是在你任务 发生的啊 确实就是爱情得人类嘛 所以你们推来推去 这不是耍赖是什么信赖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这些我们都遭遇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 全部都在里面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